好 在全國三級警戒之下呢 很多人是盡量減少外出 現在外送平臺看準了商機 推出的是在家逛市場 也能夠買菜的服務 宣布呢 要進軍傳統市場 好看似這服務很便利 但是讓外送員開始擔心了 畢竟像是北農 環南市場 都有群聚染疫的潛力 這一回可能也要這些外送員 深入菜市場 他們心中難免會怕怕的 北市傳統市場採取單栓耗機 是達到人流控管 不過這就代表了 想要進去消費 你還得挑日子才能夠進 因此外送平臺就受到商機了 未來想要買菜 也能在外送平臺就能點到 不出門 願望實現再加一 7月1號起優先進軍 台北新竹高雄地區 WeWeEats表示 今年4月起已經陸續跟9個市場 超過83家攤販做外送 光在高雄的天天新市場 就有多達28家 版圖持續壯大 同步補足些攤販 實體店面受到的衝擊 但這也就代表外送員得先入的場合 可能又要變多了 當然會 那就是自己的防護本身要做好 原則上來講像酒精消毒什麼的之類的話 我們都是會做 這最基本 一定會怕怕 因為人比較多 其實現在是都有管制 只是說自己還是要小心一點 有管制真的嗎 實際走趟傳統市場 發現入口實聯制 看的人比嫂的人還多 加上先前光是飯店取餐 就有民眾群聚現象 如今北農環南市場 更成為染疫先例 風波未平息 憂慮在所難免 有一些客人現在就是比較沒有觀念 他們還是會利用面膠取餐 對於這個無接觸取餐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 像這樣的話 可能就風險會比較大 考量第一線 UberE暫定規劃 才專人註點接單 確保一站式接單到出貨 降低進出複雜程度 富分大則說 持續跟相關單位洽談 似乎也想瞄準這塊大筆 三級尚未解封前 怎麼在生存跟風險下作權衡 成為避免不了的考量關鍵 這段時間就這麼專門 看一批三百度